兵器在擂台上如何格斗 采用什么样的竞赛规则 如何对对阵双方进行技术性防护 那么勇士的荣耀 至今已经进行了三次 冷兵器格斗的尝试 这是第四次 好 我们看到两位都带了两套兵器 是因为有可能在赛场上 会出现断剑的可能 凶对 战争中啊 这个长刀作为制式武器 也是提供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这场比赛也是完全还原了历史 我们也期待着这个长刀 双方选手武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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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 好 这场比赛正式开始 我是评论员王聪肖 和我搭档的是著名评论员 王延博老师 我们看到现在红方是八卦剑 那么蓝方是日本的太刀 下坎 八卦剑里边有几个动作 直接冲进来 斩 我们看裁判会不会给分 是 我们看裁判的什么 红方选手扣两分 蓝方选手扣一分 红方被击中了躯干部分 那么蓝方被击中了手部 所以有一个两分和一分的护肌 对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大家看的 我们所说的叫要害部位 就是头部 躯干部 这场比赛的这个双方的差距并不大 非常激烈 而且两个选手都是15分的基础积分 红方选手选成了一个完美攻击 完美攻击 就是自己在进攻的这个瞬间的一秒内 没有被进攻 红方的八卦剑 看到了 第一回合施力 前刺 有 不停的这个节奏相对非常快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看的时候 由在慢进回放的时候会更加的明显 刚才其实王源博老师也跟大家来普及了 简单的一个积分的规则 这里面有多种的方式 就是扣分和加分它是并行的 没错 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的尝试 更真实的方式 包括昨天我和王源博老师来专门试一下 两位选手的这个键上的武器 是非常有重量的 非常重的 而且在现场的时候 我们也是其实承担了一点点的小风险 这个剑因为双方都是质地非常坚硬的这个钢 对 在对坎的时候非常容易把剑打断 力量到了之后 剑是有可能会断的 是的 而且其实如果说到时候各位看着一个慢进回放 或者是在看现场照片的话 有可能会看到兵器之间碰撞的火花 我们看到这都是越许越用的 但不会被计分 是 如果你选择用自己的兵器队 在这些当身技的过程中对对方进行刺杀 是可以被加分的 对 前刺 八广长 扛进去 两个人 我们看 互相在用剑饼 砍到了 剑掉了 被砍到了头部 这个非常明显 非常的明显 把对方剑打掉了 双方是允许用剑饼去对坎 我们这赛前也 好 双方又进入缠道 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呢 是一场我们的试验 也是有时候我们要首次出现这个钢剑对攻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规则相对是有一点点复杂的 我个人是完全喜欢这样的比赛载次出现 更加还原了我们在传统冰体当中实战格斗的这样一个场景 可能不像大家平时看到的影视剧当中的状态 但是更加的真实 比赛结果 红方射